Starship是一个跨平台的终端次定义工具 只要一行配置就可以让终端变成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等等等等 Starship支持所有常见的Shell Bash ZSH Fish NewShell 甚至Windows中的PowerShell和CMD 这期视频我们就从安装预设到自定义三个步骤 一起看看这艘小飞船是如何点亮我们的控制台的 Starship的安装非常简单 在Linux和Mac下面只要拷贝官网上的这条命令就可以了 当然了 大多数的软件员里面其实也都收录了Starship 现在我用的是Mac系统 习惯用Homebrew来进行安装 在Windows下面的安装也没有问题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是直接从官网下载安装包 然后点击几下就可以了 连接我会放到视频的简介之中 安装好之后 我们需要根据自己正在使用的Shell 添加一句初始化的语句 初始化语句我们也可以从官网找到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Bash 我们就把它复制到配置文件.bash.rc中 这是因为Starship想要让不同的Shell共用同一套配置文件 但是每一种Shell的语法有都不一样 所以Starship用了一套通用的配置格式 用的是.tomo文件 当我们执行StarshipInitBash的时候 Starship会把配置文件转化成Bash能识别的语法 然后再用Evo函数来让它生效 所以你会发现虽然每一种Shell添加的那一行都不一样 但是这一行就是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了 之后我们就会用通用的Starship配置来管理所有的Shell了 配置好之后我们保存并且重启Shell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Terminal已经和刚才的不一样了 它开始显示颜色当前的目录 当前的Git分支 甚至还能识别当前目录有一个Python工程 如果我们回到上一集普通目录 那么它就只会显示出目录名了 这就是Starship的默认配置 其实已经足够实用了 不过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这里 本该是一个代表Git分支的图标 结果变成了一个小问号 这是因为Starship会用到很多特殊的字符 而你当前的系统字体可能并不支持它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去这个叫做NerdFonts的网站 下载一套字体 这个网站上的所有字体都内置了丰富的特殊符号 我平常自己比较常用的是这个叫做0xprotoNerdFonts的字体 不过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 下载好解压缩之后 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字体文件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字体文件都双击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我其实已经提前装好了 字体装好之后 我们还需要在终端里面去选择它 注意这里我们最好选择带mono后缀的字体 代表等宽字体 这样排版才会整齐不会乱七八糟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的小问号已经变成了代表Git分支的图标了 如果你还想继续折腾 我们可以修改Starship的配置文件 Starship的配置文件叫做Starship.tomo 一般在点config目录下面 如果说你不想记录镜 其实也可以使用Starship.config命令 这个命令会用默认的编辑器打开配置文件 其实和我们手动打开的是同一个文件 不过我想大多数人应该和我一样 是不愿意自己写这些乱七八糟的配置文件的 Starship提供了很多官方preset 我们可以在官网中进行预览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叫做Groovebox Rainbow的preset 看起来就挺酷的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向下翻就可以看到它的具体代码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配置全部复制到Starship.tomo里面 然后保存退出 你会发现我们保存之后它是立刻生效的 我们并不需要重启share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从官网中复制Starship.tomo 它的作用就是直接用preset来覆盖Starship.tomo的内容 和我们刚才手动复制保存其实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换个主题 比如说这个Pokeo Knight 我们来执行一下Starship.tomo的内容 可以看到它也是立即生效的 如果你喜欢手动折腾 也可以直接来修改配置文件的内容 这里我们讲一下配置文件的基本结构 最上面的这个Format字段 控制的是提示符的整体布局 比如说这一段它打印了一些符号 还有一个苹果图标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提示符最前面的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 后面的这个$Directory 叫做Module 这个DirectoryModule负责显示目录的信息 也就是这一部分 而Module到底如何显示 它的具体配置在下面这个Directory的section中 除了Directory Starship还支持非常多的Module 比如说这里的GitBranch GitStatus Node.js Rust 它们都是Module 由于现在我们的目录是一个Python的工程 所以Node.js Rust这些Module都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去官方文档查找Starship支持的Module 页面右侧就是Starship支持的所有Module了 我们这里以PythonModule来当作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PythonModule的名字 就是小写的Python 又让它出现在命令提示符里面 我们只要把它加到最上面的format中就可以了 保存之后 我们的terminal就会立刻显示出当前目录的Python工程信息了 如果你不喜欢PythonModule默认的样子 我们可以为它添加一个section来进行自定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文档 通过文档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的Module中有许多的options可以调节 这里是它们的默认值 我们可以随便改一个效果明显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Symbol对应的小蛇的图标吧 修改时我们需要把option写到Python的section下面 放个什么好呢 我们就来放一个哭笑的表情吧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Python工程已经开始哭了 Starship的配置文件非常的强大 如果你喜欢可以折腾很久 我平时用的配置呢 会放在视频简介里面 欢迎参考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工具嘛 能用就行了 终端嘛 黑点就黑点 反正也不影响我敲命令 习惯就好了 就像我们习惯了加班 习惯了996 渐渐的屏幕上的灰色仿佛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生活本不应该是灰色的 对吧 Starship没有改变什么大的东西 它不会让你更快的完成工作 它只是悄悄的 在你每次按下回车的时候 用一点点颜色提醒你 也许你还有选择 即使只是在终端里面加一点颜色 这里是成选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